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蹊跷的失踪 突然出现了尸体 一连串巧合 引发连锁反应 案情早已拨云见日 21年后 他们却将公安局告上法庭 我们就是想通过政府信息公开 给陈嘉阳最后一个说法 一个说公开 一个说不公开 拉锯的双方 究竟谁更有理 那公安机关也感觉到不是理直之串 是吧 男人总觉得这个案子办错了 南平的错案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人叫陈嘉阳 79岁 在陈嘉阳身边的是老伴徐玉珍 75岁 除夕一家人难得一去 但即便是这种时候 陈嘉阳夫妇的脸上也少有笑容 他们的心头压着一件大事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一对年过古西的老夫妇口口声声的说要申冤 到底是什么冤在老人心里割了这么久呢 让他们觉得飞身不可呢 陈嘉阳所说的材料是21年前一个案子的案卷 为了能看到案卷 2015年6月 陈嘉阳甚至把霍秋县公安局告上了法庭 让对方公开这些材料 陈嘉阳认为案卷应该公开 但公安局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陈嘉阳要求公开的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那么作为公安局管在整办新事案件中 新事就是新事死罚的权利 残审的信息不应该向社会公开的 那么陈嘉阳要求公开的到底是一件什么案子 他为什么如此坚持 甚至不惜和公安局对捕公堂呢 事情还得从1995年8月的一天说起 开端居然是因为一把粉丝 就是画面中的这种粉丝 21年前突然出现在南滩村的路边 有几个村民看到后就去捡 其中包括陈嘉阳夫妇的女儿陈孝宪 当年她23岁 据陈孝宪回忆 那天上午 她看见家门前的地上散落了不少粉丝 也没多想就上前捡了一大把 看见人在捡粉丝 我抱着孩子你就顺便捡回来了 粉丝是从哪里来的 没人知道 大家都只管捡回家了 陈孝宪捡到后 把粉丝放在自家院子里 之后锁上了门 去了几百米外的娘家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举动会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这个人是陈孝宪的邻居 他会一说 当年陈孝宪去娘家后不久 就有人找上门来 找上门来的是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叫何建明 他说 他和同阵子的朱大国两个人合伙做粉丝生意 一人进了一车 途经村子 路有些颠簸 粉丝掉了不少 发现粉丝掉了之后 何建明就和朱大国两个人往回找 顺着粉丝的痕迹 一路找到了陈孝宪家门前 在院墙外 何建明看到院子里放着一大滚粉丝 但门是锁着的 听邻居说 陈孝宪回娘家去了 何建明的同伴朱大国就找了过去 陈孝宪就是去了陈嘉阳夫妇的家了 当年陈嘉阳在南滩村开了一个米面加工房 加工房离女儿陈孝宪的家不过二里地 走路十分钟就能到 何建明就在原地等着找粉丝的朱大国回来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有些蹊跷 走路十分钟就能到 又是机器想个不停的加工房 应该很好找 但同伴朱大国迟迟不回来 只让何建明有些着急 他也找去了陈孝宪的娘家 面对找上门来的何建明 陈孝宪和父母有些意外 他们说一上午都在加工房里忙活着 没见到有人来找 朱大国没有到米面加工房去 那他人去了哪里 着急之下 何建明又找到了村支书 接了村里的大喇叭找人 满村子喊朱大国始终没有出现 何建明感到情况不妙 因为朱大国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走掉 连剩下的一车粉丝也不要 我那坏了 出事了 何建明和朱大国两个人是霍丘县石殿镇人 距离粉丝掉落的南滩村有五十多公里 何建明在那天晚上又找去了朱家 得知朱大国也没回家 这一下子大家都急了 朱大国能去哪里呢 一个大活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在白天消失 朱大国的家人担心他出了事 那之后朱家人每天都在南滩村寻找 重点就围绕着朱大国当时走的这条路 也就是从陈孝仙家到他的娘家家工房 当年也就是这条路 二十年来几乎没怎么变 路边还有一片池塘 朱家人甚至想过朱大国有没有可能掉进去 但什么也没找到 最后他们报了案 1995年8月下旬 王杰留香派出所的警察来到南滩村 调查朱大国失踪这件事 随后把捡粉丝的陈孝仙连同他的父母三人带走了 陈孝仙觉得挺委屈 他说虽然他捡了人家的粉丝 但从头到尾没有见过朱大国这个人 他的父母则一直在加工房里忙活 是无端被牵扯进来的 不过警察对他们怀疑也是有原因的 对朱大国失踪之后的一系列的活动轨迹 包括粉丝的掉落 寻找到陈甲阳甲附近 这些情况总和分析判断的 警方表示出于职业敏感 他们觉得朱大国不可能突然失踪这么长时间 所以当时就怀疑这起失踪可能是一起命案 警方不仅调查了陈孝仙和他的父母 还把所有捡了朱大国粉丝的村民都排查了一遍 除了陈家人还带走了村里其他几个捡朱大国粉丝的人 不过调查了两天 没有查出什么 陈孝仙和他的父母被放了出来 做了200元的罚款处理 那一次其他捡粉丝的人也被派出所罚了款 因为一把随手捡到的粉丝被罚了200元 还害得父母和自己一起在派出所里待了两天 陈孝仙觉得挺倒霉 可是没想到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 一具无名尸体 一个彻底改变事件的转折 一家九口被抓 面对讯问他们如何供述案情 承认杀人 在看守所他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南平的作案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朱大国失踪一个多星期后 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也彻底的改变了整个事情的走向 当时有个村民在淮河河道发现了一具尸体 脖子上还坠着一块大石头 发现尸体的河段距离朱大国最后失踪的南滩村只有几里地 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朱家 朱家人心里有个不祥的预感 这会不会就是朱大国 他们随后报了案 民警把尸体打捞上来 拉到了县里的殡仪馆 让朱家人辨认 朱大国的妻子妹妹妹夫都去了 他们认定尸体就是朱大国 悲伤的朱家人把尸体拉回家下葬 他们觉得就为了一把粉丝 朱大国死的不明不白 在处理朱大国后事的同时 朱家人好几次找到公安局 要求查清这件事 给他们家一个说法 之后公安机关又来到了南滩村 第一个调查的就是捡粉丝的陈孝县 把他和他的父母再次带去了派出所 我想我没见到人 他说我撒谎 我想我没见过他人 我是咋死的吗 谁害他你 哪有人害他 哪都没见到人 陈孝县和他的父母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说没见过朱大国 更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那之后的几天 警方又陆陆续续去陈家抓了好几个人 也包括陈孝县的丈夫 我跟我爸爸是最大的嫌疑 他认为他我老公他们有没有帮手 陈孝县是陈家阳夫妇最小的一个孩子 当年只有十二岁 也被带走了 陈孝说 当时连着他家里被带走了九个人 全家只剩下一个八十岁的老奶奶看家 问我这有没有 我们家有没有杀人 比如说我们家有没有去陌生人 就这样 所有到派出所的陈家人都否认和这件事有关联 陈孝县说 接下来让他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 陈孝县说 办案人员始终不相信他说的话 还打了他 父亲陈家阳也说 因为否认和这件事情有关 在派出所也挨了打 我不能讲了 他想讲话识一诺 第二十多年了 你看 当年手铐留下来的印子到现在也没有消 后来陈家阳有点受不了了 他就说是他杀了人 陈家阳承认杀死了朱大国 他的家人似乎洗清了嫌疑 陆续被王杰柳香派出所释放了 家人听说陈家阳承认杀了人 大祸不解 陈家人觉得陈家阳是遭到了刑讯逼供才承认杀人的 那么当时的办案人员真的这么做了吗 关于这个办案细节 警方只是表示当时他们的调查重点的确放在了陈家阳身上 而陈家阳也确实供述了杀人的一些细节 陈家阳交代 他是用加工房的棍子和扳手把朱大国打死的 杀了人后 他把作案工具扔进了加工房前面的池塘里 警方当时找来了抽水机 抽池塘的水寻找作案工具 有不少村民都看到 警方当天并没有找到杀人的凶器 那之后陈家阳还是继续被关押着 加工房自然也就没法开了 这个米面加工房是陈家阳夫妇1987年开的 是南滩村唯一的一家 苦心经营了几年后生意很好 陈家阳夫妇在方圆几十里都小有名气 加工房不仅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也是他们的骄傲 忙的时候 每天来加工米面的人一个接一个 没断过 当时为了给加工房通电 陈家人还自费买了电线杆变压器 随后又给村里买了一百多根电线杆 为全村供电 这几张电费单就是当年开给陈家阳的 可见当时加工房的生意的确不错 可现在他们平静富足的生活被打破了 他们不知道即将迎接怎样的命运 此时陈家阳日子也不好过 在承认杀人后 他从周济镇派出所被转移到了霍秋县看守所 在那里又积压了一个多月 陈家阳回忆说 有一天夜里看守所的民警突然把他喊了出去 这可把他吓坏了 坐牢的就叫你 陈家阳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 几个小时后 他居然在看守所的大门口 见到了家人 原来警方通知了徐玉珍 让他去接老伴陈家阳回家 就这样 本以为要被枪毙的陈家阳 却突然被释放 被放出来自然是好事 陈家阳十分高兴 但他们也疑惑不解 既然承认了杀人 陈家阳又怎么会被释放呢 直到那天晚上 一切才真相大白 就在把陈家阳放出看守所的那天晚上 公安局来了人 告诉了陈家一个 令他们惊讶不已的消息 朱大国回来了 自从朱大国回来之后的当天晚上 迅速的发现 这些案件是一起传 年夜释放了陈家阳 安排下去派说 将陈家阳借回家 王者归来 当初他为何不辞而别 上海找朋友打本车了 一个被关掉的加工房 两个被改变的家庭 一具被埋葬的尸体 一个被掩埋的真相 似乎也砍弹了一些工作 南平的作案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这个灶台前烧火的人 就是被大家误以为死亡了的朱大国 今年67岁 也就是因为他引发了一连串后来的事情 那么当年他到底去了哪里呢 朱大国说 当年他的确是顺着村里的路去找陈孝县了 都走到了加工房门口 但他转年一想 丢掉的那些粉丝很可能找不全 这一趟肯定要亏钱了 就这样 朱大国改变了主意 在加工房的门口拐了个弯 离开了 朱家经济不宽裕 当年借了钱犯的粉丝 本想着辛苦一趟能挣点钱 结果还没开始卖 粉丝就丢掉了不少 朱大国觉得无言面对家人 一气之下 朱大国连剩下的粉丝也不要了 从南滩村直接搭车去找了林县的朋友 后来又去天津打工 一直没和家人联系 他这一走就是两个月 粉丝钱挣出来了 朱大国回了家 回到镇上的他被当成了奇观 因为此前大家都认定他已经死了 朱大国你都毁了 他说你赶紧回家吧 他说你没去天津 得跟人打管事 为了这个事 家里闹得不寒 就其实闹一个多人了 朱大国说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这一走居然引出了这么多麻烦事 首先是一具无名尸体被误认为是他 被家人安葬了 然后与此无关的陈家阳还白白受了冤 被关进了看守所 由于朱大国失踪 后来与上游票下的一具尸体 这些偶然的一些引述 巧合 霍丘县公安局说 自从发现朱大国回来 他们立即意识到办错了案子 除了对陈家阳错误积压 对尸体的认定也出了错 泡了很多天 已经曾去人管了 当时就是新式科学技术 还比较落后 没有即时的通过电癌来认定 那么当时被误认为是 朱大国的无名尸体又是谁呢 事后也开展了一些工作 查找死员工作 这项查找死员的工作 始终也没什么进展 而这时候 全村人更关心的不是那具无名尸体 而是陈家一家老小的生活 陈家阳虽然被释放了 但经过这两个月的关押 大家感觉到陈家阳的身体明显的弱了下去 感觉他突然一下就变瘦了 那种感觉 背观看守所两个多月 吃睡不好 瘦也是自然的 但这趟牢狱之灾 给陈家阳造成的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销售 陈家阳说 他胃不舒服 还总是喘 乡村医生也给看过 陈家阳被放出来之后 常去村医那里 据说是因为时不时吐血 而在此之前从没有过 是熊闷 弃船 铁头中间带血 打血 我给他治疗不下于十次 关于陈家阳当时的症状 村医生也记得非常清楚 有时候是白天早 有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 是咽 卡血 不知道载到地下 就是什么 我记得他在地下挽着 陈家阳的身体变坏了 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村里的卫生院也说不出什么来 只能给他开点药 陈家阳的这个变化 也被其他村民看在了眼里 不少村民亲眼看到过他吐血 他一回来的时候 就受了害 不断地经常吐血 来到他还吐血 您亲眼看到过吐血 亲眼看到我 我在学校教授嘛 人家里聊一遍该教授来 你看老大吐血不能活了 我那边跑去看看 哎呦 吐得大 躺在那连全背着 从后来 陆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霍秋县第一人民医院 等多份医院的诊断结果来看 陈家阳患上了上消化道出血 胃溃疡 神经关能症等病状 因为胃不好 这几年陈家阳一日三餐 就是水煮面条 另外就是喝一些牛奶 陈家阳说身体不好 就是被关押期间造成的 除了个人身体 整个事件也对家庭造成重创 家里变得一片萧条 那时陈家阳本想继续把加工房干下去 但因为身体吃不消 不巧的是 老伴徐玉珍在使用机器时还伤到了手 无奈 加工房在这件事发生一年后 彻底关了 家工房关了 机器也被陈家人处理掉了 剩下些卖不掉的机器 陈家人舍不得扔 一直放在了家里 像这个机器就是当年粉碎机 粉碎出饲料这一块 这台机器就是当年加工面粉的机器 这台机器就是加工面 加工这个大米的机器 这个机器拨出来这个米 要是整理的 八几年的时候 三千多块钱吧 当时 曾经引以为傲的加工房 现在成了全家人痛苦的回忆 陈小说 他的成长见证了家道中落的全过程 1995年之前 陈家经济很宽松 是全村第一个买电视机的家庭 那时电视是很新鲜的玩意儿 有不少村民去他们家看 那时候放影片的 应该是海灯法师 海灯传奇什么之类的 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 到我们家去看电视 记忆最深的那时 去了很多人 就说板灯上面坐不下去 坐在床上 然后就说 我们床头压塌了 而这之后 加工房关了 陈家冷清了 主要任务就是给陈家阳看病 陈小说 他记得在县城念初中时 每星期回家都要给父亲带药 我父亲出现比较严重的时候 让我带这个白蛋白 放在泡泡箱里 里面放上冰棍 怕这个白蛋白就变质 带了存衣 对于一家之主陈家阳的变化 其他陈家人都痛在心里 特别是当年剪粉丝的陈小县 事情发生后两三年里 他一直郁郁寡欢 他说 事情全因他而起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为了给他换一个环境 不让他胡思乱想 陈孝仙的丈夫随后带他去上海打工 二十年前的事像是一个转折点 陈家人似乎一直没有走出这件事的阴影 同样的阴影在诸大国家也能看到 1995年 诸大国家为了安葬那句死诗 花费了不少钱 诸家人说 诸大国回来后 他们一家人把坟给平了 在农村看来这是一间晦气室 诸大国因此在街坊邻居里觉得抬不起头来 这些年 诸家也一直忌讳在谈这件事 诸家人不愿再谈 以至于多年后和记者讲述时 没说几句话 诸大国的妻子就连拉带拽的把诸大国带走了 这些年来诸家一直生活结局 诸大国还是在街道上卖粉丝 他的妻子儿子卖早点 一家人起早贪黑 很辛苦 一直到现在 陈家人和诸家人都没有见过面 两个素未谋面的家庭 却因为同一件事产生了交集 改变了轨迹 诸家人不愿再提起 但陈家人觉得不得不提 因为他们说 自家的变故 就是因为当年公安办错了案子导致的 申请赔偿 要求公开 他们执着的想要一个说法 只要求你在电视台上 给我们家废话名义 突然提起的诉讼 公安机关也有自己的说法 我们没有发现 有直接管理的证人 作证的村民 他们能否揭开当年的真相 那明年不到我进去 我在门口看了 南平的错案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07年4月 陈家阳在霍丘县领导接访日时上访 要求给予国家赔偿 两个月后 霍丘县公安局答复陈家阳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一款 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 公安局认为 陈家阳的诉求已过了诉讼时效 因此不予受理 申请国家赔偿失败之后 陈家阳很郁闷 申请国家赔偿超过了时限 陈家有坚持要讨一个说法 他们在2014年7月 找到了北京的律师做代理 向霍丘县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要求公开当年的案件卷宗 他们想知道公安是怎么把案子办错的 陈家突然提这个要求 霍丘县公安局觉得很意外 因为这件事在他们看来 早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 是一起错案 但是他并没有紧握司法审办程序 这不是错误激压了一段时间 公安局的纪委书记说 他们从没否认 1995年发生在陈家阳身上的是一起错案 而且当年朱大国回来后 他们立刻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 不仅释放了陈家阳 还连夜去他家慰问 给了他5000元的慰问金 在跟他家人赏蓝的计划上 真的他们通议 给予了一定的紧急补偿 对此陈家人现在说 他们当时是糊里糊涂收下了钱 事后仔细一想 不知道钱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也不知道这钱算什么钱 你是补偿我们家加工厂和供电 被封了三个多月的经济补偿 还是补偿我们全家被关押那么多天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 而公安局方面的理解是 陈家既然收下了这5000元 就是接受了歉意 双方达成了一致 而且警方的态度很诚恳 之后还公开赔礼道歉 公安局表示 这些年他们对陈家阳的情况 一直很关注 2007年冬天陈家阳病重 他们还又补助给陈家医药费 2.2万元 这就是陈家阳的女儿陈孝信 给他们开的收条 那位病人要死了 就不打热了 去找他 那就给了2万块钱 霍丘县公安局介绍 这些年来 除了事发当年的5000元救助 和2007年的这笔2.2万元 派出所又协调乡镇党委政府 为陈家阳夫妇申请了低保进行救助 他们还连续四年春节 派人对陈家阳进行慰问 金额1000元至2000元不等 对于这些 陈家人并不否认 20年里 确实先后收到过霍丘县公安局 3万多元的补偿款 但是他们觉得 从一开始 他们家就没想要钱 只想要公开道歉 洗清园区 我们不要这个钱 只要求你在电视台上 给我们家恢复名义 这个事情影响这么大 方言几十里都说我父亲杀人了 至于我们理解的公开 这个公开是什么 这个我们 脚流的时候达不到一个契合点 但是在烟灰的农程 作为我们公安局官来说 发现了办出案了 采取了一些应该说 能够考虑到的一些最称义的一些办法和手段 我们都采取了 看来在赔礼道歉这个问题上 双方一直是有分歧的 公安局方面称 事情出现反复是在2007年左右 因为陈家阳的小儿子陈晓 陈晓在初中毕业之后当了兵 退役之后 曾向公安局提出过帮忙安置 但公安局没有做到 公安局官认为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陈家仁开始重新起诉 但陈晓否认这一说法 他表示和安置工作没有关系 他们家之所以要在20年之后提起公开当年的案卷材料 是因为这么些年来当地公安局一直没有正面回复过最核心的问题 那就是在当年的办案过程中 对陈家阳到底有没有采取过刑讯逼供 陈家仁说 这一点对他们一家人很重要 他们认为这和陈家阳这些年来身体变坏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说我父亲不是被打了出去 我们也不会去找 但是对于陈晓的这个说法 公安局官并不认同 他们说身体上可能有一些不适 这个问题我们公安局管的十种很关注这件事情 那他这个身体跟当时积压了两个多月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目前我们没有发现有直接管理的一些证据 这些证据他都在公安局都在他们当案室 他们是有材料的 所以说我们要求了公开这些材料 但是就是就从我父亲承认杀人 后来这个死者又出现 我想就从这一点就可以证实言行逼供 虽然一直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陈家人觉得有一些侧面的证据能印证当年陈家阳在周吉镇派出所挨了挡 当时一个住在周吉的亲戚给陈家阳送饭 在派出所看到了这样一幕 陈家阳的弟弟也说看到过类似的场景 当时他想给陈家阳送一些厚点的衣物来到了派出所 除了两个亲戚作证外 村里还有几个村民说 当年去派出所办事 也看到过陈家阳 陈家人说 据此足以证明陈家阳在派出所遭了罪 而最让他们一家难受的是 当年办案的人员似乎没有受到任何追责 一些办案民警后来还在当地的市县公安局担任领导职务 他不但没有受到追责 反而都深迁了公安部门的领导地位 这是我们家的最不能想想不通的事情 对于陈小追责的愿望 公安机关表示 这起错案和这些年媒体集中报道过的一些冤假错案 有着很大的不同 因为案子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 当年只不过是对陈家阳错误积压了两个多月 我们认为这个启动罪财程序 实际上是对对整个这个错案的一些认定 也是不是很恰当 十一项公开内容 对不公堂的双方各执一词 当庭他已经答复得很明确了 就是不有问题 没有对他进行认证 更没有量刑 一份判决两次开庭 深渊之路为何这么长 首先人都能生涯 我也不能生涯吗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要一定要这个依法 南平的错案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就这样 2014年7月 陈家向公安局提出信息公开 一共具体提出了11项公开内容 这其中包括公开讯问笔录 公开所涉嫌案件的全部卷宗材料 公开罢案民警在讯问申请人时 是否有刑讯逼供等行为 对于陈家人提出的公开申请 霍丘县公安局一直没有回复 拉锯了一年多之后 2015年6月 陈家终于一职诉状 将县公安局告上了法庭 要求法院判决公安局公开罢案信息 2015年6月30日 陈家扬诉霍丘县公安局信息公开一案 在霍丘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 霍丘县公安局解释说 陈家扬申请公开的内容 涉及侦查活动是秘密事项 所以不能公开 对于公安局提出的这个理由 陈家庆的律师觉得站不住脚 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 并不是所有的事项 都属于这个秘密事项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按照第十条的规定 国家秘密分为绝密 秘密和秘密三个等级 那么陈家扬的案子 即使要保密的话 他至多至多是秘密 那么秘密的这个 保密实现是20年 也已经到了 对于陈家人的反驳 公安局方面又说 按照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产生的信息只能公开程序方面的 其他一律不公开 尸体类的 比如说讯问材料 讯问人员 就证查人员的一些 个人情况情况 价格情况 这个是不允许公开的 那么在陈家提出的 11项公开信息里 哪些是程序类的 哪些是实体类的 有没有可以公开的呢 陈家人觉得 至少应该公开一些手续 因为当年把陈家扬带走 积压的整个过程 当地公安都没有出示过任何手续 这不符合规定 他从被抓到被放 没有见过任何的法律文书 那么换句话说 他究竟现在还是不是犯罪嫌疑人身份 至少从纸面上 从书面上 没有法令他这一点 对此当地公安的解释是 当年对陈家阳的积压 采取的是收容审查的行政强制措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清华大学的于林云教授 欢迎于老师 现在陈家人把公安局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公开11项内容 您觉得他们要求公开的这11项内容 有没有道理 照理来讲 他是涉嫌杀人 应该是刑事立案 那么刑事立案在刑事侦查过程中 这个制作和获取的信息 它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头 所调整的信息的范围 那么现在当时能要求的是政府信息公开 那政府信息公开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 它一定是行政机关 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 制作和获取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在办理户籍 办理这个驾照 公安机关履行这个行政制作过程中 获取的信息 那属于政府信息 那么应该公开的要公开 因此当时的这部分内容 它没法按照这个有关的条例的规定去处理 但不是说这个刑事方面的信息 一律不公开 比如说这里边有要求 第一条就是原告在1995年被拟局刑居所涉嫌的罪名 这个他有权利知道吗 这招你来讲是应该有权利知道的 因为公安机关他还有一个警务公开 执法公开 那么这个呢 是对于这个刑事这个执法过程中的有关信息 他也是使用的 就是我被你羁押了 我总得知道我是涉嫌什么罪名被羁押 对 他第六条要求办案民警在训论原告时 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 这个要公开 这有权利吗 关键是你有关的材料 是不是能反映出这个 有记录在案 有记录在案 比如说他当时也没有录像啊 但不管怎么样公开 他都不使用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他都是按照公安机关的警务公开 和执法公开这个有关规定去执行的 当他讲的这个十一条里头有两项 至少有两项 这个是应该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 哪两项 在这一起案件里头 公安机关发现了这个案件办错了 他立刻进行了安抚 给了一些这个补偿啊 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在理论上认为 他是在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那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一些活动 包括他后来这个每年复年过节的时候 给当时人送的这个有关的慰问金 那么这个呢 他都属于行政活动 那么在这个行政活动中 形成的信息 那当然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调整的法律 那么如果这个不涉嫌 我们讲的这个国家秘密啊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人体 那应该是公开的 这场明告官的官司 没有当庭宣判 2015年9月17日 霍丘县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判决霍丘县公安局 于15日内对陈嘉阳 徐宇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予以答复 拿到判决后 陈嘉很沮丧 用老百姓的话讲 就是霍西尼 表面上好像给了我们一个说法 但是实际上这个说法 把我们又推到了一个原点 因为汇游县公安局的答复 当庭他已经答复的很明确了 就是不予公开 在陈嘉看来 法院应该逐一审核 他们提出的11项内容 判决公安局是否公开 而不是让公安局再回复陈嘉仁 所以在一审判决之后 陈嘉仁提起了上诉 2016年春节前 陈嘉仁在医院里收到了二审的开庭传票 这一次他住院还是老毛病 未出血 2016年的春节 所有的陈嘉仁都过得有些忐忑 他们担心官司的二审 也担心陈嘉仁的身体 2月16日 陈嘉仁在家人的搀扶下 来到了陆安市中院 开庭可以 开的我习惯 什么结果 地缘谷 造化的办事 我站在电视上 人家看了 人家讲原家错 看还不是一回 看过好几回 说这样人家都能生病 我也不能生病 我想要保存原国 我想要说就必然了 我认为审判长分案 当事人诉讼参加民居一道题 作为被上层的宿命代理人 被贺能源管局在1995年 对 庭审中公安有公安的说法 陈晓一家也有他们的说法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公安局 是否应该公开这11项内容 在当天庭审和之后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霍秋县公安局都表示 他们将尊重法院的判决 他们说 其实在一审判决之后 他们已经开始逐一审查内容 准备事实对陈嘉仁提出的 这11项公开信息予以答复 可以公开的 我们觉得要公开 余老师您在前面提到了 陈嘉要求公开的11个事项当中 有两项是合理合法的 那为什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 不直接判令公安机关 就公布这两项事项的内容 这是为什么 照理来讲 他应该对这个11项 做更进一步的区分 哪些是属于刑事办案过程中 形成信息 哪些是属于行政管理上 都形成的形成信息 对于行政管理过程中 形成的信息 应不应该公开 就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来处理 如果应当公开的话 应该责令 这个行政机关就被告 应该公开这个有关的信息 这个案子其实并不复杂 陈嘉的要求也很明确 但是自从2007年 他们提出国家赔偿 直到2015年 他们又提出了行政诉讼 要求公开 刚才我们谈到的11项内容 这都过去9年了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 您觉得哪出了问题 我觉得这里头出的问题 就是还是在处理上不规范 这个案件 公安机关发现办错了 那办错了 造成的损失应该是国家赔偿 那应该按照国家赔偿的有关规定 确认这个羁押行为是违法的 按照国家赔偿里头的 关于赔偿的要求 做出一个赔偿的决定 这样的话 当时人也就知道了 公安机关这个案件是办得出案了 那么他应该承担了国家赔偿责任 他已经承担了 是吧 当时在这起案件里头 公安机关他不是这样处理的 他并没有直接承认 说这个案件做错了 我们现在承担的是国家赔偿责任 他而是采取了 说是先赔礼道歉 说给你慰问 给你一些安慰费 用这种方式 当时就搞不清楚 你到底国家赔偿责任 你承担了没 就是这个钱物都是什么性质的 都是什么性质的 不清楚 所以到后来不断的在纠缠 就说你这国家赔偿责任 是不是已经承担完毕 那公安机关也感觉到 不是理直计算的 是吧 那总觉得这个案子办错了 那你是不是有关的法律职责 已经履行完毕了呢 就国家赔偿责任 是不是已经完全已经赔完了 这个事就了了 他也不太清楚 那公安机关觉得 我既然曾经给过你那么多现金 包括物品 这是不是也表示我再做出这个补偿 或者赔偿的行为 你已经接受了 咱们这个事情就了了 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 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 也事实在承担这赔偿责任 只是没有以国家赔偿的名义 对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要一定要这个 依法执法 这个依法办事 就是说你只有按照法律上规定 法律上要求你承担什么责任 你承担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案件就了了 不会给当事的一个误解 觉得你国家赔偿这个责任 始终没有承担 21年前的一起错案 让陈家人至今难以释怀 他们希望要一个说法的心情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从一开始 就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予以纠错 赔偿 可能这起纠纷就不会拖这么久 还好 最终双方又回归了法律的渠道来解决问题 我们也相信 法律最后能给他们一个公平的答案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余老师参与我们两个式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人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